欢迎收看12月24日的时说新闻栏目 我是主持人王若然 南加州近来治安恶化事件频发 不仅有奢侈品店和商场的快闪团体抢劫 针对富人和名人的尾随入室抢劫案件 也变得越来越多 甚至酿出了命案 洛杉矶高档社区的富人们 纷纷担心自己的人身与财产安全 用五花八门的手段防抢跑保命 他们到底有哪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方法 普通人可以效仿吗 今天的时说新闻 我们带您来一探究竟 洛杉矶的房地产经纪Brian Peely 就像好莱坞报导表示 他的一位客户在过去几个月中 购买了三辆防弹车 而另一位客户则在伦敦 设立了一家公司来复刻他的豪华手表 这位客户会拿一块价值20万美元的劳力士 用不锈钢和其他金属仿制 看起来像是原装的 但每块手表的成本可能是2000到3000元 虽然在我们普通人看起来依然很贵 但比起20万元的原价来说 即使被盗也能大幅度的减少损失 另外这位经纪人的一些好莱坞客户 还会在自己的物业内安装更多的摔像头 或在围栏顶部添加带刺的铁丝网 并且会在他们的私人飞机着陆时 吩咐他们的武装保全来接他们 并提前做好防御性的准备 一些富人自己也会参加枪支和自卫课程 同时让雇员参加安全培训 据他说 甚至有一位客户会派遣保全人员 陪同和跟随孩子们出去玩耍 或者跟随保姆出去遛狗等 一些娱乐经纪也透露 由于年底节假日聚会变多 富人们几乎所有的假日派对 都会雇佣私人保全 一些高档小区或个人或者多人联合 雇佣安保公司进行额外的巡逻 大部分客户都是位于Bear Air 比弗利山庄 太平洋帕利赛德和Brentwood 据其中一家安保公司透露 在过去几周中 呼叫和特殊巡逻服务的数量增加了约50% 最近很多名人被抢案件 让富人社区人心惶惶 例如10月27日 真人秀比伏丽山娇妻演员Dorette Kemsley 在恩西诺的豪宅半夜被抢 根据洛杉矶市警局公布的视频 当晚9时52分 三名身穿深色脸帽衫的蒙面男子 进入Kemsley住宅 他们很快走到一扇落地玻璃窗外面 撬开玻璃窗进入屋内 警方说案发当晚 45岁的真人秀明星Kemsley和年幼的孩子们 都在房屋内 劫匪曾威胁要杀死Kemsley 出于对于自己和孩子安全的担忧 Kemsley遵循嫌疑人的要求 告诉他们贵重物品所在的地方 劫匪对房子进行了20分钟的扫荡 抢走价值约100万元的珠宝手表和名牌包 11月10日凌晨3时 有4名蒙面劫匪跟踪演员及前BET节目主持人 杰金斯到他修曼向林的家中 并试图用一辆SUV挡住他的车进行抢劫 杰金斯一看形势不好 驾车急速逃脱 几名劫匪随后驾车追赶 其中一名嫌犯在Morne Park街 与Spoo Vada大道交汇附近 向杰金斯开枪 索性没有击中 后来杰金斯向一名家中公路巡警警员报案求助 邻居表示案发社区平常安静和安全 另有一名居民表示 在社区居住很多年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结案发生 杰金斯是一名演员和娱乐记者 经常以Terence J出现在公众场合 也主持过几档娱乐节目 在当地小有名气 11月30日夜间 慈善家音乐传奇人物 Clarence Event的妻子 Jacqueline Event 在其好莱坞的家中重担身亡 震惊好莱坞 嫌疑人的动机已似是入室抢劫 目前嫌疑人已经被保释出狱 在12月6日被指控谋杀罪 死者Jacqueline Event 是Netflix首席执行官 萨兰多斯的岳母 根据比弗利山警局的巡警 11月30日深夜 也是12月1日凌晨2030分时 警方接到了Menter Palace 1100号街区发生枪击事件的电话 警察到场后发现81岁的Event有枪伤 Event被带到西达塞奈医院后不治身亡 其实如今富人花式守财保命方法层出不穷 也是有情可原 根据金店老板的说法 每到临近年关 尤其是从圣诞节开始 一直到农历新年前后 都是金银珠宝饰品购买的旺季 多金的家庭或商号 一般都会赶在这个时候购买不少金饰品 在年底赠亲送友 或者是答谢顾客和员工 为了防止被人抢 华布金店老板Tony直言 赞同这些代假货藏真品的特别方法 Tony也表示 他认为现在的抢劫案和盗窃案 并不只是针对富人 而是任何在外漏财的人 以及尤其是固有印象中 家中多放现金的华人和亚裔人群 确实如金店的老板所说 如今窃贼和抢匪 瞄准的并非只是富人 很多中产阶级家庭 也是窃贼眼中的肥羊 尤其是门前的大包 小包快递不断的华人 亚裔社区都让窃贼眼馋 甚至上门光顾 最近圣谷东区张先生所住的社区 就频频招贼 好几户华人家庭门前包裹不翼而非 张先生透露 在邻居和自己的监控视频 都清晰拍下了贼人的穿着打扮 以及盗窃门前包裹的全过程 有一天大白天 贼人身上扛着一个英式偷来的滑板车 手上还带着个小本 在社区内东张西望 甚至好像还在本上记录着什么 贼人逛来逛去 最后来到一家人门前 把包裹偷走 这种明目张胆的偷盗 以及好似在记录每家特点的行为 让人看着既可恨又可怕 而如今相对较差的治安环境 也让保全变得供不应求 金店老板Tony表示 三年前保全的时薪在19元左右 如今已经达到了26元以上 增幅近40% 陡然增加的安保开销 让部分业者很难承受 不得不削减保全人数 或者干脆不再聘用 Tony的金店也面临类似的困难 无法持续聘用 私人保全的他 只好加装双层防盗门 并严格限制入店人数 除此之外 为了保护小店的安全 Tony还在店内放置了枪支 既当老板 又自己做起了保全 Tony表示 曾经有抢匪想要入店抢劫 他立马亮出别在腰间的手枪 对方则立即夺门而逃 有一位在华部从事安保工作的 西翼保全表示 他当保全已经有十多年 曾经还与持枪的劫匪枪战 并重担受伤 见过许多大场面的他 在电视中看到集体抢劫 仍感到害怕 对于如今治安不佳的状况 您会感到担忧吗 又有哪些独门 防抢防盗的秘诀 欢迎您留言告诉我们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事说新闻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